todas as podcasts 我都會和僕子一面同 shower 很多的技巧或者鎮書方面 但我有時候不會 我又想知道之後 就會了解多些 如何吸引他們 或者幫助他們 讓他們有興趣 教育大同一直以來 都有一個很核心的價值觀 就是尊重每一個小朋友的不同 我們很相信每一個小朋友 都有他的獨特之處 所以我們一直以來的工作 其實都是圍繞著這個 核心的價值觀去進行 這次其實我們在兩年之前 就已經有一個想法 是想借助繪本的力量 去出版一系列 以這個學校裏面 常見特質的小朋友 作為一個題材 去傳遞這個同理心 讓學校裏面的小朋友 可以更加明白他身邊 有這些特質的同學的需要 同時也令到家長和老師 更加明白這些小朋友 有他的特質和長處 我們今次是多得 蔡馬會社區持續抗疫基金的支持 我們可以出版到 頭兩本的繪本 有很多小朋友 有生產的小朋友 很自卑 覺得別人不敢跟我玩 覺得我這樣 全身這樣 別人的皮膚這麼好 為何我的皮膚這樣 跟別人不同 又害怕 還有沒有自信 我覺得這個 是可以幫他建立到自信 有個說話挺好的 天生我才必有用 其實每個人出身 都有他的價值 在這裏 就是不要滑行 一些不懂寫字 不要標籤他們 發掘他們其中一些 令我自己發揮到自己所長的東西 其實我只有這個位置 是有濕塵的 其實我只有這個位置 但是我動了 我都覺得很辛苦 很辛苦 要慢慢 不是自己 一個面對到的事情 都要身邊的人理解 當初我們打算叫做 熊熊的煩惱 是 但我就會覺得 嗯 煩惱 好啊 或者怪獸 好像在自己的身上 好像感覺很不舒服 我們也明白 其實每一件事都有 每一件困難 其實都有他好的地方 不如就是朋友 其實那時候想 想再天馬行空 一些 但是我們又再 然後我們整個群組 再去討論 就發覺 那個設定 其實我們都應該在學校 令到一些同學 的共鳴感會好些 黑白成中的彩色料 其實是受一個老師的啟發 他本身已經有讀寫障礙的老師 但他就用他自己的方法 去戰勝讀寫障礙 而他就成為了一個中文老師 但是這個老師 是多才多瘋 不得之了 他又和我分享過一個故事 就是 這個 他在他那間小學裏面 教書的時候 他有一位小朋友 寫的中文 寫得很歪來歪邪 但是他寫的內容 寫得非常之好 所以他就選擇了 幫那個同學的作文 他就照貼了上 照貼堂 然後我就覺得 哇 很inspiring 這個故事 於是我就想 可不可以放進一本書 其實就是類似 這個 菲菲 其實他也有自己所長 無論是濕疹號 或者讀寫障礙 我覺得每一個困難 總是有一些光的位置 我自己覺得 只要我們看到那個位置 拿著那個位置 也可以把它變成一個很好的東西 除了實體的繪叛之外 因應這個疫情的需要 我們都會把這個繪叛 變成一個有聲的電子書 方便 在家裡的家長 或者是沒有辦法面授的老師 都可以透過這個電子的資源 去跟小朋友說這個故事 這個計劃 除了出版配本之外 我們都結合了親子共讀 培訓的一些內容 我們就期望可以在一間學校裡面 去招募一班的種子的故事 讓他們可以入到學校裡面 去做一個故事大事的身份 去跟小朋友說故事 令到小朋友對身邊的同伴 有更多的尊重 和可以支援到小朋友的健康成長 參加這個工作坊之後 開始學習之後 就覺得 不是 我們不是一群阿姨 來學校給小朋友講故事的 我們要給小朋友講故事 講這個故事 是要傳遞些什麼東西 原來是有一套流程的 原來講一個故事 不是那麼簡單的 然後等到我深入去講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就發現 不是一個施整的問題 這些家長啊 同學啊 對這個施整的認識是什麼 然後認不認識到 這個施整對小朋友的心理 會有什麼影響 我就覺得 好像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故事 所有媽媽都非常努力 很有創作力 讓他們做很多方式 用小朋友去套養 你不用擔心 你自己一個人在做什麼做不好 你後邊還有一群人在幫你 把這個事情做好 這個親子共讀培訓的技巧 我們都把它製作成一個影片的形式 去放到網上 是讓家長都可以跟著這個網上的教學資源 就可以學習怎樣在家裡 跟小朋友講故事 分別下來 如果我們是可以繼續有資源 或者是有人力物力的話 我們都希望可以繼續出版更多的繪本 去令小朋友認識更多身邊 不同特質小朋友的需要 歡迎大家出席 由教育大群主辦 蔡馬會社區持續抗疫基金資助 親子共讀配搬計劃成 和分享第一場 教育大同是由家長發起的慈善團體 本著Happy and Fulfilling Education for all 的信念 我們認為孩子是個個不同的 教育也都必須以人為本 必須有所選擇 而2014年成立以來 我們透過各種方式展現學習的不同可能 驅動各界反思教育 在家裡、在學校 選擇適合孩子的學習模式 在2020年成蒙 蔡馬會社區持續抗疫基金的支持 我們展開了親子共讀配管計劃 這個計劃包含了配管的創作 親子共讀技巧培訓和實踐 我們透過計劃發行了兩本特別設計的配管 並且利用它培訓家長 在學校或者在家裡進行親子閱讀 透過同小朋友講故事 增進他們對事物多樣性的理解 培養和提升孩子、家長、學校 以致整個社會的同意心 而在親子共讀技巧培訓和實踐的部分 我們很榮幸以石離聖的望天主教 小學作為先導學校 在校內我們招聘了 招募了很多家長成為總子故事爸媽 並且由資深故事大師培訓導師 樹紅依依李玉清女士 為故事爸媽提供共同五節的培訓 培訓了之後 總子故事爸媽為學校裡的小朋友 舉辦了五節的故事工作坊 讓學生享受參與故事活動的樂趣 因應疫情 本計劃除了會印製實體書之外 也都有設置電子書的版本 我們在教組之前的親子共讀技巧培訓內容 亦都會被剪輯成教學短片 亦都會附上短片使用的建議 配合電子書 我們就可以在家裡等家長 自己親自去學一個親子共讀的技巧 讓更多家長和孩子受惠 稍後我們的分享會結束之後 我們會再次在聊天室給大家有關的資訊 我們的網上研討會一共有五場 今天是我們的第一場 事不宜遲 我們先看看樹紅依依示範演繹我們第一本 繪本書《紅紅的朋友》 然後我們再請她分享 繪本如何帶出孩子的同理心 《紅紅的朋友》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事容依依帶了一個故事來跟大家分享 這個故事叫做《紅紅的朋友》 這本書其實是由一位溫柏圈姐姐和大家寫和畫的 她是一個香港人 這本書不是她第一本創作 已經畫了很多本 不如現在我們一起看看這本書 你們看到書面有一群小動物和朋友 小朋友裡面究竟誰是紅紅呢? 會不會是穿著背心裙的那個女生? 大家猜不猜到嗎? 我們不如揭曉吧 哎呀,你們猜得很對 又是我了 我是一隻猴子來的 紅紅就是我了 嗯,我告訴你們 我有個問題的 什麼問題? 就是我身上的皮膚很容易癢 還有結了加一塊塊紅色的 很癢啊,很癢啊 我要想辦法怎麼解決 嗯,不如我拿一枝樹枝來勾一下吧 勾一下背部可能會舒服一點 哎呀,我不行啊 還是很癢啊 這樣不如找些斑帶綁緊它吧 緊一點可能沒那麼癢的 唉,綁了那麼久 都不行啊 好似越緊越癢 咦? 人家說曬太陽 有紫外線 可以殺菌啊 我這些癢 不知道會不會是菌呢? 不如我曬一下太陽了 唉,已經曬了很久了 我放著冰袋 很熱啊 但是好像沒有減低癢 還是那麼癢的? 唉,熱又不行 這樣 不如我試試浸涼冰冰的溪水吧 或者會減低癢的 啊,都是不行啊 無論我用什麼辦法都好 都是仍然皮膚很癢 好癢癢啊 唉,各位小朋友啊 你們 如果好像我這樣 皮膚很癢癢 你們會不會請假不上學的? 我就不會啊 我就不會啊 我會照上學的 因為呢 如果我常常請假不上學呢 會少學很多東西的 不行的 但是我真的很癢啊 怎麼算好啊 你們想不想到辦法啊 唉,現在我啊 午餐時間了 我這麼癢呢 不知道會不會是關我吃的東西呢 是啊 我醒來那次呢 我吃了些蝦和牛肉啊 真的 皮膚都會很癢的 唉呀 今天的飯盒啊 那些同學很開心啊 因為有蝦和牛肉 但是我就 我就不敢再吃了 我唯有吃白飯和菜啦 因為如果再吃 可能又會再發作得很緊要 嗯 沒辦法了 唉,現在放學了 其他同學啊 都出生去遊樂場玩 我啊 不行啊 我要等媽媽來接我去看醫生 看什麼醫生 看註冊中醫 其實 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的 因為我已經吃了很多西藥 媽媽說 嘗試看中醫或者會可以的 哦 她說那些是濕疹 不過 體中醫要喝藥茶的 藥茶很苦的 哎呀 都不知道可不可以的 又不可以加糖啊 嗯 不過 沒辦法了 我都要聽媽媽說 要試一下的 嗯 嗯 夜晚黑啊 有時啊 我都會癢得睡不著覺的 這個 媽媽很疼我的 她呢 會拿些涼冰冰的藥膏呢 和我擦呢 那我就會睡得著的了 但是呀 經常都睡不著覺呢 我上學都是沒有精神的 你們有沒有試過上學呢 睜眼睡的 那次啊 我太累了呢 趴在桌上睡覺啊 星星老師呢 說叫我們兩個人一組呢 大家畫畫哦 我就和阿花花一組啊 我趴在桌上睡著了啊 花花就把我睡覺的樣子畫了出來 星星老師看了之後 很溫柔地叫醒了我 還叫我去班前面 問我 啊 要不要和同學分享一下我的問題啊 最好了 因為呀 我其實呢 都很悶的 我身上的皮膚呢 我身上的皮膚呢 痕起來呢 就會紅色一塊塊了 我又會常常拗 沒有人跟我玩的 他們常常避開我的 所以呢 我這次要很勇敢地告訴他們 你聽其實我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啊 我有一個很擔心我的朋友 在我身體裡面啊 他啊 擔心我呢 會受到傷害啊 所以啊 他啊 他整天制止我做很多事情的 制止我做什麼 不准我吃那些 我喜歡吃的東西 什麼 蝦 牛肉啊 朱古力啊 糖啊 牛奶啊 雪糕啊 全部啊 都不行的 其實這些東西我最喜歡吃 不單止吃東西不行啊 有時候啊 他還不喜歡我摸那些東西啊 我碰一下那些東西 或者玩那些遊戲呢 都會出現皮膚癢養的 你們不明白我說什麼呢 我告訴你們啊 我身體裡面這個朋友呢 就好像一個大包包那樣啊 他啊 固執我啊 不單止不讓我吃 我喜歡吃的東西 還不准我碰很多東西 咦 飛飛 你說什麼話 啊 你說想請我吃一些有益的東西啊 好啊 好啊 我很想吃一些有益的東西啊 因為呢 我很多東西都不能吃 嗯 好啊 水果 蘋果 蔬菜 紅蘿蔔 番茄 對呀 媽媽說這些呢 吃了呢 我的皮膚就沒有那麼癢的了 嗯 真的很感謝你啊 飛飛 哎呀 你這麼明白我真的好 咦 啊 灰灰 你又說幫我做事啊 啊 你說幫我洗畫具啊 好啊好啊 真的很感激你啊 因為呢 我呢 看到那些東西呢 灰塵那些東西 我就會 皮膚又會癢的了 啊 你當我洗就真的太好了 真的很感激你 很感謝你啊 除了這樣之外啊 我的皮膚不可以乾燥的 我不是呢 一乾乾就會就會皺了 那些關節就會硬了 唉 好辛苦的啊 啊 花花你說 將你那些潤膚膏送給我擦 唉 那就實在太好了 我有你們這些這麼好的同學 真的很好啊 擦了潤膚膏真的可以的 我睡不著覺,媽媽也是用那些涼冰冰的潤膚膏 給我擦了就可以睡著了 真是謝謝你,花花 此外,我還不能碰灰塵 那次我走樓梯,輕輕地把樓梯收到的灰塵 然後皮膚就很癢很癢 寶寶,你說甚麼? 你說,當我做夾身的時候,你幫我擦黑板嗎? 真的好了,我就不怕灰塵了 你們真的太為我著想了 我真的很感激你們 不過有一件事,你們可能幫不了我 就是我經常跟我裏面這個朋友吵架 因為他又不准我吃這件事 不准我玩那件事 又不准我點這件事,我很懶惰 那麼我跟他做對 他就弄得我全身都很癢 我覺得很孤獨,很孤單 真的,你們都說是 你們說甚麼? 你們說你們是我的朋友 你們會幫我 對呀,剛才你們說了很多幫我的方法 對呀,我有你們之後 我就沒有那麼孤獨了 嗯,我一定可以的 我一定會過渡到這個身癢 皮膚癢養的問題 真的好多謝你們 嗯,熊熊呢 現在多了很多很疼我的朋友 好了,我的問題都說了給你們聽 是這樣的,拜拜 各位同學 剛才熊熊就說了他的問題給大家聽 你們想不想到其他方法幫幫他呀 如果想到的,快點告訴他吧 小豬 maximal正前今天今天可以請到 維吳醫 他呃 從人來到我們現場跟我們分享一下 為何可以做配分和配分相關 去帶出小朋友的同情金 我們事不宜遲就可以將時間 以下的時間就交給學生 如果學位家長在這個課程中 有些問題想問學生的話 就可以在下面 你們的畫面下面 應該有一個問答的按鈕 就可以在裡面打到你的問題 我們稍後就會請學生去回答學位的問題 我們之後有請學校依依 好 各位朋友 大家好 見到我嗎? 是啊 今天是我們這個分享會的第一場 我們在要講一下今天的主題之前 不如我先分享這個投影片給大家看看 大家就會知道 大約樹蓉姨姨會有些什麼 和我們大家討論一下 這樣 好 現在你等一會 讓我把這個投影片拿出來 先 我相信大家家長都已經看到畫面了 剛才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個計劃是一個家長分享會的計劃 大家都認識我,我就是雪茸依依 各位家長,大家見到了吧? 我就是雪茸依依,這次很開心見到大家 稍後我會跟大家討論一下今天的主題 在討論之前,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些投影片 讓大家約會知道我們今天會談些什麼 好了,大家會看到我們有幾個重點會談的 我們的主題就是《紅紅的朋友》 《貝本如何帶出孩子的同理心》 我們有四個角度會看看我們這個主題 第一個角度就是為什麼選擇濕疹這個主題來創作故事呢? 第二個就是如果自己的孩子都有濕疹纏繞 怎樣跟他們解說這個故事呢? 第三就是如果沒有濕疹的小朋友 他們聽了《紅紅的朋友》這個故事之後 會不會明白《紅紅的虎老》呢? 最後我們可以看看 如果說完故事之後 會不會有什麼活動可以加深小朋友的感受呢? 我們每一個題目就會細分了 在第一個項目下 我們就會看清楚些 原來濕疹的小朋友有什麼表現 他們會不會有什麼期望呢? 還有如果他們聽完這個故事 如果自己的小朋友都有濕疹 家長聽完這個故事之後 會不會有什麼感覺呢? 然後接下來就是說 如果自己的小朋友都有濕疹 家長聽完這個故事之後 會不會有什麼感覺呢? 然後就是說 如果家長拿著這本書 究竟要怎樣跟小朋友說呢? 下去就是說 如果我自己的小朋友 或者我本身都沒有濕疹的 或者我聽完熊熊的朋友之後 我究竟會不會明白熊熊的苦惱呢? 接著下來就是 咦? 如果故事之後 有什麼活動可以加深小朋友的感受 那項依依依呢 就會有些建議給大家的 還有呢 就是說 如果是這樣 有些小朋友 就算做完活動 聽完故事 都是 嗯 我都是不想接觸有濕疹的同學 那有什麼建議 給那些老師或者 以光家長呢? 還有就說 如果那些小朋友真的決定 嗯 我都想幫他 那 家長或者老師 又會不會有些具體的 幫人的步驟 就說給那些小朋友聽呢? 嗯 大致的內容就是這樣 一會兒下來呢 我們就會詳細聊的了 各位朋友 各位家長 今天很高興 崇依依依可以在線上面跟大家見面 剛才大家一起看了些片段 都知道 蔡馬會社區持續抗疫基金 親自繪本計劃 繪本創作的緣起 又聽了一篇故事 《紅紅的朋友》 相信大家對今天的主題 《紅紅的朋友》 繪本如何帶出孩子的同理心 一定產生了少少興趣和好奇心 我心裏面在想 其實大家會不會犯起幾個問題呢? 例如為什麼會選擇一個 由濕疹問題的主題來創作故事呢? 又或者如果自己的孩子被濕疹前妖 究竟要怎樣利用這本書給他解說 如果沒有濕疹問題的小朋友 聽完這個故事 會不會理解《紅紅的婦怒》 他不會生起同理心的 還有就是故事完了之後 有什麼活動可以幫助小朋友加深感受呢? 如果大家還有其他的角度 其實我們稍後還有個問答時段 我們一起討論一下都可以的 好了 長話怎麼說 不如我們就直接這樣 大家一起想一下 回憶一下 剛才的故事 為什麼要選擇濕疹這個主題來創作故事呢? 有嗎? 有家長想馬上犯表一下嗎? 如果沒有的話 不要緊 我們一起想想 啊 如果一個人開心 和一班同學一起開心 會不會好一點呢? 答案當然是肯定啦 為什麼? 因為 很多時候一班同學裡面 都有一兩個比較特別的例子 就好像熊熊熊的 啊 他的臉 經常都會有一些 紅色的一塊塊一塊塊 一塊塊 時時呢 都會 很痕癢 到處招 又會 經常顯得懶洋洋 什麼都不感興趣 悶悶不樂感 那怎麼算好呢? 這個故事呢 就是講一個有濕疹的小朋友 他的名字叫做熊熊 那大家有沒有想過 有濕疹的小朋友 其實他有什麼表現的呢? 根據專家的調查 其實濕疹呢 在這個應有二期呢 發病得比較嚴重的 發病率呢 大概由百分之十五 去到三十 而且啊 有上升的趨勢 又濕疹的小朋友啊 時時啊 都會表現得很不自在 很怕拍照的他們 又怕被人笑 拋生拋小 但是又自己控制不了啊 時時呢 都焦躁不安 因為皮膚呢 又斑緊啦 又發熱啦 又容易破損 但是為了要減低 傷口被感染呢 他們很多時候都要 穿一些長袖衣啊 穿長襪啊 就算天氣熱呢 都不可以脫 那種癢養和不舒服的感覺 會影響很多東西的 他們的睡眠啦 他們的情緒啦 很多時候啊 都會表現得比較容易累的 又容易發猛症啊 還有啊 就是呢 他們最喜歡吃那些甜點啊 美食啊 都不能吃啊 有少少灰塵啊 或者稍微強一點的陽光啊 啊 他們啊 都會引起他們的皮膚痕癢 發紅發炎的啊 令到他們呢 出外邊玩的機會呢 減低了很多 對於他們來說 實在有太多不可言 也有太多很難忍受的感覺 不過 《熊熊的朋友》這本書呢 就是用了一個親身感受的方法 去演繹 去讓大家知道 究竟熊熊發生什麼事啊 那 有濕疹的小朋友 會不會有些期望的呢 他們的期望 又會是怎樣的啊 其實老實說啊 這麼幼小的小朋友 他們未必有能力表達自己 但是他們內心 一定都會有一些 稀求的 他們稀求什麼 被人了解咯 被人接受咯 又或者呢 如果有人可以代他們 講些說話 講些心聲 講給人聽 他的感受是怎樣 就會好了 所以 創作《熊熊的朋友》 這類他本 雖然是個別例子 但是只要家長和老師善加利用 我相信啊 會產生很特別的效果 如果有濕疹的小朋友 聽完熊熊的朋友 會有什麼感覺呢 如果我們試試拿著這本書 講給有濕疹的小朋友聽 他們自然會滿心歡喜啦 為什麼 就好像我剛才這麼說 有人代他們講出心聲和感受 總之原來呢 給了解 被人幫助 是有可能的 還有 就是如果自己 很積極 很內心地面對 勇敢點 又不發脾氣 對於舒緩病情 都一定幫助啊 嗯 所以 為什麼要選擇濕疹這個主題 創作故事呢 因為 故事是講一個有濕疹的孩子 他的名字叫熊熊 敘述了他的困難 他的感受和心聲 他不但被了解 被接受 而且被幫助 令到周邊的人 了解和給予援手 從而呢 令到呢 有被濕疹困擾的小朋友 的家長啊 安心地讓小朋友去上學 嗯 自從姨姨講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讓我游說到呢 不要緊 大家可以用另外一個角度去看一下 如果自己的小朋友 是被濕疹困擾了 家長聽完熊熊的朋友 會有什麼感覺呢 我想問一下在座的家長 你們有沒有一些 的小朋友 是有濕疹的 嗯 你們回憶一下故事 聽完之後 會有什麼感覺 有沒有人想表達一下 暫時沒有 不要緊 我就認為 聽完這個故事之後 家長的心情 或多或少 都會被安動 為什麼 第一 社會大眾一定是重視濕疹的小朋友 如果不是都不會特別安排出版一本有關的繪本 第二 有被重視 自己和自己的小朋友 不再是孤軍作戰了 除此之外 出版團體 教育大同 還找來專家 為家長讚寫支援建議 專家的話 再在故事後面 大家如果有書的話 都可以看到的 文字雖然簡短 但是非常精煉到點的 是很就手和管用的提示感浪 不如現在我跟大家舉個例子 專家說 父母可以怎樣關愛呢 家長都是愛惜小朋友的 他們樣樣都做足了 帶小朋友去看醫生 塗藥膏 嘗試各種食療 基本上 爸爸媽媽和小朋友是一起奮戰 其實家長都會疲累煩躁 在這種精神狀態之下 看著自己的小朋友 仍然左勾右勾 哎呀 一定會感到很猛疹 對小朋友的語氣 可能會有些放松 專家說 到底父母的內心 正經歷了什麼呢 是一份擔心 一份恐懼 一份不安 一份想孩子好起來的期望 還是對孩子的恋愛呢 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國策 因為國策帶來選擇 有了選擇 我們就會試著用更加有效 更加管用的方式 去表達對孩子這份關心 這份愛 當家長國策自己有負面情緒的時候 可以走開一陣 做一些辛苦級的練習 安定好自己的情緒 之後再回來跟小朋友說 我知道你辛苦啊 來吧 我和你一起經歷吧 其實孩子最需要的是被理解 被接納 被關愛 背叛同行和支持 是孩子心靈成長重要的資源 當他們感覺到安全 就會有更大的力量去克服難題 以上呢 就是其中一個專家的意見 來到這裡 家長可能都會有些同意我的說法 嗯 但是馬上又會問 那怎樣跟小朋友解說這個故事啊 是不是要照著你剛才示範的片段這樣做啊 當然不是啦 因為示範是志工參考而已 我就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講故事的經驗 不過無論有還是沒有都好啦 如果你是跟自己有濕疹問題的小朋友講熊熊呢 我就會建議家長 用第一身的方法 延伸說法 當自己是熊熊 把熊所有的困難都講出來 還有還有 不要漏了你自己的小朋友啊 你要包自己小朋友的困難 都講出來 平時呢 你的小朋友可能只是聽到你的禁制令啊 你的不可以啊 但是現在呢 反過來 加上你自己 親自講出 孩子的無奈和期望 嗯 你猜你的小朋友聽了之後 是不是會有點開心呢 通過聚述熊熊 用過的舒緩方法啦 家長呢 都可以同時間 抑述一下 啊 你和小朋友 手拖手 一路走過來的辛酸歷程 給你的小朋友知道 家長所做的一切 其實不是想整治他們 而是怎樣呢 也想保護他們 也想令到他們舒服些 實際上 家長同樣疲勵 家長一樣要需要得到鼓勵 所以通過鼓勵熊熊 讚賞熊熊的勇敢行為 和耐性 家長一定要把握這個時機 欣賞自己的小朋友之餘 也都要自我鼓勵 因為過程是漫長而且反覆 家長的情緒 直接牽動著小朋友的情緒 小朋友從家長身上 學到各式各樣的態度 和應變方法 家長必須自我鼓勵 同樣小朋友才可以學到 如何互相打氣 互相加油 孩子的理解和合作 我相信 我相信 一定是家長最大的回報 當你說到星星老師 鼓勵熊熊說出的困難的時候 記得不妨呢 都給你的小朋友聽一下 家長本人 自己在成長過程之中 所遇到的困難和與時 有著家長這樣的示範呢 你的孩子會學到 講出自己的困難和希望 會學到勇於迎難而上 會學到敢於講出希望 和會得到什麼握手 熊熊的正面思維 是值得賺賞和效法的 多聽其他人的經驗分享 能夠令到有濕疹的小朋友 和家長心靈上覺得有同行者 願意被幫忙 亦都是接受現實的一種呈現模式 孩子的情緒一般 比較容易被其他事物所轉移的 通過很歡樂這樣 一起去做一件事 縱使那件事是一件很難的事 亦都會顯得沒有那麼困難 或者沒有那麼不可能 我但願各位家長 拿著熊熊的朋友這本書 嘗試突破自己的框框 不只是講故事的內容 裡面應該有你小朋友的影子 和你自己的片段 我們值得嘗試這本書可以幫到大家 來到這裡 不知道有沒有參加者 有些回應想即時提出 如果暫時未有 我們又另外換一個角度 看看沒有濕疹問題的孩子 聽完這個故事之後 究竟會不會理解熊熊的苦老 而生起同理心呢 究竟會不會呢 我們一起看看 專家告訴我們 大部分孩子的快樂 都是見機於有得玩 有得吃 有陪伴 有歡樂 因為濕疹而不能玩他們想玩的會具 玩他們想玩的遊戲 又不能吃他們最喜歡吃的食物和零食 孩子那種焦躁不安和無耐感 實在是很難忍受 還有他們的同學 他們的同輩都卻步 不敢埋他們身 往往呢 令到他們覺得更加孤單 歡樂的時光 顯得更加更加難尋求到 沒有濕疹問題的小朋友 未必明白的 但是 通過熊熊親身講述 引起其他同學的注意 了解有些同學的表現 其實是源自濕疹的問題 那樣樣 往往呢 就容易生起同情心了 哎呀 他好慘啊 這麼多東西都不吃得 這麼多東西都不玩得 哪裏都不去得 哎呀 換了是我真是悶死了 他們很多時候都會這樣說 但是 開始的時候 未必能夠即時生起同理心的 同情就是同情了 但是 通過的故事就不同了 提醒了要留心和關懷身邊的同學 大家開始明白 那些同學啊 不是骯髒了 那些同學不是不合作 和懶惰 他們只是很無奈 這樣被濕疹問題限制住 哎呀 想合作都不行啦 很累 很晚睡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這個疾病 根本是不會傳染其他人的 只要好好照顧 小心飲食 調節生活的節奏和模式 是可以慢慢慢慢的 養養有改善的 孩子天生有發展良知的能力 如果老師或者家長帶領了小朋友去做一些加深感受的活動 示範了解 互相尊重和接納的好處 所以我相信這個同理心呢 我相信這個同理心呢 就會慢慢慢慢的這樣 滋生出來的了 來到現在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即時的疑問 又或者大家會問 那說完故事之後 有什麼活動可以令到小朋友加深感受的 那 曉鷹鷹 在這一方面有一點點建議的 關於活動 我會建議大家呢 都是從模擬身體的感覺入手 讓小朋友 讓沒有問題 沒有濕疹問題的小朋友 感受一下 哎呀 原來呢 有濕疹呢 是會有這樣的感覺的 那些皮膚啊 身體啊 會有些這樣的感受 完了活動之後 就叫他們自己說回這些感受 那這些活動 會包括些什麼呢 我們可以試一下 用醫生膠布 包拿著小朋友手指的關節 為什麼這樣做呢 因為包著之後呢 屈和身體都不方便 又在繃緊 那 然後就叫他們 拿筆寫字啊 或者是拿杯水來喝啊 或者上廁所啊 這樣 這樣 讓小朋友 嘗試感覺一下 原來那些關節不方便 是有這樣的感覺的 另外一個活動呢 就可以請小朋友 穿著 交雨衣 然後呢 叫他們玩麻鷹捉雞仔啊 過程不准停的 就算好熱也好 不准脫雨衣 嘩 玩到周身大汗 那種黏黏黏 又不可以脫衣 浑身發熱 又癢又濕那種感覺 嗯 他們可能會感受得到 另外一個活動呢 可以試一下 用一些很稠的麵粉糊 塗在小朋友的面上 手臂上 身體的其他部分 身體的其他部分 等它乾了 乾了之後呢 嘩 那種單緊的感覺啊 那種又濕啊 又癢啊 又覆蓋著啊 又接觸不到啊 那種辛苦法 嗯 跟著我們就請小朋友 講一下他們的感受 哦 原來這種感受呢 就是有濕疹小朋友的感受來的 他們講了之後 他們就會開始明白 哦 原來是這樣的 那 做完這些活動 是不是真的一定 可以的 一定可以產生同理心的 那又不一定 因為其實 始終都會有些小朋友 是不想接觸有濕疹的同學的嘛 那 老師和義工家長怎麼辦呢 我會覺得 大家應該尊重每個人的決定 尤其是 是兒童 他們可能都不會遵從你的指示行事的 不過 他們會模仿的 通過呢 活動呢 沒錯 可以加深身體的感覺 會內快一些轉變 但是 仍然都有些小朋友 持觀望態度 那樣子 我就建議大家 試一下 以下的跟進活動 這個活動呢 我們稱之為小記者 做什麼呢 就是去訪問同學 我們有幾個對象的 第一個對象呢 就是有濕疹的同學 我們叫同學訪問一下 如果你看到其他同學 不想跟你玩 你有什麼感覺呢 你會不會覺得孤單呢 你有什麼希望呢 另外的對象就是 問問那些 曾經有接觸過濕疹孩子的同學 他們有了經驗了嘛 問問問他們 嘿 你們有什麼想跟其他同學說啊 經驗之談 他們可能會 跟大家分享到一些很深刻的感受 第三類就是 有濕疹的同學 和其他同學一起玩的時候 持觀望態度的同學 你覺得怎樣 你看到他們一起玩 你會不會都想 侵對呢 或者都是 嗯 我仍然先觀察一下 那你們大家可以 互相問一下 又互相講一下 那呢 這些活動 是可以幫到小朋友 慢慢慢慢地 推進他的同學心的 好 來到這裡 可能已經有些小朋友 轉變了 或者他都有受感動了 嗯 他和我都很想幫他們 又或者 不是一定 有濕疹的小朋友 其他同學 他都想幫他們 這樣 有什麼具體的方法 可以建議到給家長呢 當小朋友提出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 一些方法 告訴他們 嗯 他們要注意些什麼 其實是有的 以下呢 俊宏依依呢 就提議一些方法 一些步驟 但是呢 這些只不過是提議 不是一定一些什麼 守則來的 不是一定要遵從的 第一件事 我們就要注意的就是 留心觀察對方 哪些地方 不方便 有什麼困難 跟著呢 我們就要徵詢一下對方 咦 他需不需要幫忙啊 嗯 他同不同意被人幫啊 跟著我們還要考慮自己的能力 不是想幫就行的嘛 你可能沒有能力幫呢 嗯 那你就要想好 如果要幫的話 有什麼方法呢 想好方法之後 還有 再講清楚給對方聽 你究竟想怎樣幫他 還要得到他的同意啊 那如果對方又同意 你又覺得自己做得來 那就可以付諸實行啦 但是在過程 但是在過程 和完成了之後 一定要詢問一下對方 咦 其實 你滿不滿意的啊 如果他說 不是啊不是啊不是這樣啊 這樣不行的 那我們就要怎樣 他們可能要立刻停止的方法 或者要調整的方法啦 但如果他說 是呀是呀就是這樣啊 我就是想這樣啦 那你就可以問他 咦 那如果第二次 你需不需要 我幫你忙啊 如果要的話 你會不會找我啊 或者 我們可不可以 成為好朋友啊 那 楊姨姨呢 就介紹了 一些方法 和一些步驟給大家了 那今天呢 這個主題呢 楊姨姨呢 很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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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大家走過一次 那當然啦 可能呢 大家都會 想起故事裡面 有一些其他的問題 想提出的 那呢 大家就可以 在 之後的 討論時段 答問時段的時候 我們大家一起討論一下 好 我們暫時休息一會兒 好 各位家長 大家呢 就聽完我 我簡略和大家 聊過剛才那幾個點 幾個角度啦 那呢 就不知道 大家家長 在那個 留言板那裡 有沒有留言到一些 想立刻回應的東西呢 暫時沒有 嗯 那如果暫時沒有的話呢 會不會 我們都有一些 現在想到 關於故事 或者關於 剛才我講的角度 你們想再次 再清晰一點 釐清一下 的呢 都沒有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 我們 是不是還有一些 家長的 參與 心得的分享 片段有沒有的 沒有的 那如果是這樣呢 我們可以直接去 我們那個 Q&A 還 咦 我見到好像有些 不關事的 沒有的 OK的 現在 還有好東西想 還有 今天呢 不清楚 你 不清楚 在我跟大家討論之前 大家看過一次 我不知道會不會 太急 大家想重溫的 如果有的話 大家可以舉手 那我們可以再回頭 再看一次 好 你等一下 等一下 我們看一下 主會者舉手 他們有什麼 需要 贊成 再看一次 可能有些 遲了進來 是 好 我們回到前面 先 好 我們回到前面 我剛才 就通過這四個角度 跟大家 很簡單地談過 不知道在A、B、C、D 這四個角度 會不會有些家長 特別想問一下 或者 我相信 大家 都很多 很多朋友 如果是遲了進來 或者 都很有興趣 說 如果我有濕疹的小朋友 我要跟他 講這個故事 究竟怎麼說 會不會都有些家長 在這個角度上 再重複 或者是再談多些 lecture report 留言板 裡面 我們剛剛也看到一些家長有意見的分享 有家長也很感謝雪紅衣 學到很多東西 也看到有些家長覺得這個故事很好 因為他們的小朋友 原來曾經小時候都有濕疹 也覺得這個故事如果給小一小二去聽 就覺得他們應該很有得意 也很想知道怎麼去講這本繪本 因為他們自己有些時候 有一些時間看不完故事 所以就想問一下他們怎麼去講這本繪本呢 想重複再聽聽怎麼講這本繪本 是嗎? 或者不如我們可以試一下看我們的網上資源 因為我們的網上資源 其實都有一個電子版可以給家長試一下揭一下 我們就可以把網上資源的資料 都放了上去我們那個聊天室那裡先 那雪紅衣會不會 這個繪本怎麼說 或者是會不會和他們都一起看一看 那個網上的資源 好啊 其實剛才我在第B項目那裡 都有約略說過一下 如果自己有濕疹的小朋友 你拿著《紅紅的朋友》這本書 究竟要怎樣跟他說 才覺得好像有效多些 其實我的建議就是 無論家長自己有沒有講故事經驗都好 你最好都是用第一身 當自己是《紅紅》這樣來講出來 那你就是在講《紅紅的問題》 他遇到的問題呀 他的感覺呀 各樣各樣的東西 那我會建議大家 就說因為你自己的小朋友 都有濕疹的問題 或者曾經有濕疹的問題 那你就可以把你自己的小朋友 那些經驗 或者發生過的那些事情 都說出來 因為當你這樣說的時候 小朋友就會聽到 原來我那時候這麼辛苦 媽媽或者爸爸都是有留意到的 其實我的問題 和紅紅都是很類似的 即是說我不是只有一個人這麼辛苦 原來我也有同行者的 那這個就令到小朋友在心理上 覺得安頓些 同一時間就是 你一直這樣說的時候 以前媽媽爸爸或者很心急 有很多事情叫他們 不行的 不行的 這些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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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不行的 但是當你說故事的時候 你反而讓他們知道 原來其實 爸爸媽媽這些 所以不行的 不行的 不行的 其實都是想幫他們 想令他們舒服些 那在這個過程的時候 小朋友除了聽故事之外 其實會得到一種心靈的安慰 爸爸媽媽要體諒我 還有就是說 阿彭彭用了很多方法 那自己的小朋友 又有用過些什麼方法呢 未必是小朋友自己想出來 但是可能家長陪他一起做 那的時候 你都一起可以說 你曾經試過怎樣怎樣 試過些什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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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直說來的時候 小朋友就會 回憶起來 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 有哪些方法 我們做過都可以 原來有些方法 我可以 熊熊不行 或者熊熊可以 我不行的 那他跟本書 就有一個連結 他好像進了本書裡 熊熊變成他一個病友 大家都有同樣的問題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小朋友的情緒會安頓很多 再者 家長看到小朋友 可以接受這件事的時候 自己心理上都好像有些安慰 因為一路走來 拖著小朋友 其實這個過程是辛苦的 是漫長的 而且很反覆 所以家長都是 如果那個問題已經過去了 可能現在看回頭 拿著這本書說 可能會口嘆大氣 唉 終於過渡了 但是如果正在發生著的話 其實是有一些打氣的作用 知道有同行者之餘 其實有人關心這件事的 社會大眾都知道這個問題是重要的 所以這本書除了安慰小朋友 讓他明白之餘 其實都給了家長 某程度上的一些鼓勵和安慰 這個就是我建議給大家 怎樣用這本書的方法 不知道大家聽了我講之後 有沒有其他事情想問或者回應 是 薯紅衣 是 我就看到在這個問答的 這個位置 就有為家長有個問題 是 就說我小朋友以前是有濕疹 究竟你講了很辛苦的思考 現在就已經康復了 那個小朋友自己就好像 已經忘記了他自己有濕疹 是 當他跟那個小朋友講回會面的時候 他是不是應該提醒那個小朋友 他曾經都很濕疹的 還是他忘記了就算了 這個其實我會覺得 沒有一個硬性規定 是不是一定要提或者一定不提呢 如果小朋友已經很輕鬆過渡過 那我們講這個故事給他聽 就令到他生起一種 對其他人的同理心了 就是說他覺得他現在沒事了 但是原來這個問題仍然存在 不過不是存在在自己身上 所以就會提醒他 原來身邊也有很多人有這些問題 我們要關愛他 我們要幫他 或者是我們要留心他需要什麼幫忙 那如果小朋友通過你這樣 養醉熟 他想起他以前的東西的時候 那你可以跟他打客氣 就是說你真是很厲害 以前都是這麼辛苦 現在都過渡到了 那你現在康復了 那你如果遇到有些朋友 有些同學 是這樣的 你是不是應該要鼓勵他們 因為你是過來人 那其實呢 你是在給他一些能力 給他一些勇氣 提醒他 其實這些是他的資源 他的經驗資源 那對於你的小朋友是有幫助 我不知道你的小朋友現在多大 但是如果譬如他已經夠大 能夠明白你這些說話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令到他成為一個助人者的 通過這個這樣的鼓勵 令到他成為一個助人者 凱智馬這位家長明白嗎? 家長還有補風華的小朋友 現在是四歲多的 那小時候可能就暫時未能夠聽得明白 一些很大的道理 但是無論怎樣都好 其實都不是一件禁忌來的 我會覺得不用說避了它 不要提了這樣 不需要的 謝謝Jessica 和崇伊伊的解答 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她自己的小朋友 是已經在經歷著濕塵 如果她聽到這個故事的時候 如果她聽到一半 如果她聽到某一個地方 她突然間就大哭 或者有一些情緒 那作為家長 是不是應該繼續說下去呢? 還是我應該要安固了她的情緒 還是我可以有什麼做法呢? 這樣的 如果這個小朋友大哭是因為聽了這個故事 或者大哭是因為勾起了她一些不好的經歷 我們是應該要停止 我不知道你的小朋友夠大可以表達你 因為有時候她有夠大過的 她可以告訴你 我不想聽啊 我不想聽啊 那你就一定是要立刻停了 但是如果有些小朋友是比較小的 那你就唯有觀察一下 其實她是不是跟這件事情 那如果是真的可以很清晰地表達給你聽 是要停的話呢? 其實我們應該要尊重她們的決定 因為我記得我以前曾經都說過 去過一間小學跟一班小朋友說一個故事 那個故事就叫做《超厲害》 故事說什麼呢? 說兩個好朋友鬧翻了 那說到中途呢 就真的有一個同學呢 舉手過來跟我說 那我不想聽啊 那但是因為其他同學呢 就很想聽啊 那所以呢 我就唯有尊重她的意見 我就說好 你不想聽呢 你可以去讀書館後面那裡 看你自己喜歡看的書 那我說完故事之後呢 我事後呢 再過去問回她 原來她為什麼不想聽呢 就是因為她當時正在經歷著 她有個best friend 說要跟她絕交 所以她一聽到這個故事呢 她就立刻覺得很不開心 很不OK啦 那但是無論如何都好 我呢慢慢告訴她 說完那個故事給她聽 原來呢 最後呢 故事裡面的兩個主角呢 都和好如初的 那這個同學呢 聽完故事之後呢 原來呢 她吸收了一些方法仔 下一次我去到學校的時候呢 她慢慢走過來跟我說 依依啊 我沒事了 我說你有什麼事啊 我都不記得了 她說 我們沒有絕交啊 我說 哦 我說是呀 那你明天還聽不聽我講故事啊 當然是聽了 我說OK Give me five 那所以呢 這個小朋友那時候呢 我記得好像是三年代 那她有能力表達啊 但是呢 如果你的小朋友很小 她沒有能力表達的話 那你就需要觀察啊 是不是關你講這個故事的事呢 如果是真的關的話 那你要停一下 給小朋友疏解一下先 那有時候呢 小朋友有情緒起來的時候呢 我們不用太心急 很囉嗦地問她 其實我們比一個身體的關外 都已經很得了 就是說將小朋友抱著我們膝頭 我們包裹她 我們好像一張大沙發那樣 包著小朋友 挖著她的臉 之後慢慢搖搖搖搖她 令她有安全感 令她的情緒慢慢充滿 其實呢 小朋友是享受的 有時候呢 有些小朋友呢 她的情緒離起來的時候呢 她自己都解釋不到的 那所以 嘗試用我這個方法呢 挺管用的 下一條問題呢 就是 另一個家長問的 就是說 我有兩個小朋友 一個呢 是幼稚園 是高年班的 是 四年班的了 是 那這本書呢 好像是比較適合一些 初始或者小小的小朋友聽過 那就是我講的時候 那是高年班的 的小朋友 而且很適合她 聽這個故事呢 嗯 我想問一下呢 這位家長 是不是你兩位小朋友呢 都沒有濕疹問題的 他有沒有提到呢 沒有提到 沒有提到的 那我會覺得呢 不要緊要的 因為呢 只要我們講的時候 那個語氣 不是太寶寶的話呢 就算三四年班的小朋友呢 其實聽這個故事呢 都很得益的 正如我們想培訓班的時候 家長第一次看這個故事 都會覺得 咦 很簡單而已 應該是給一些 一二年班的同學仔看就可以了 那 但是當他們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一邊看這個故事 重複看的時候呢 他們會發覺 咦 原來呢 其實這個故事 傳遞著一些東西呢 是可以深層次一些的 當你面對 大過一些的小朋友的時候 你可能要解說那些信息 傳遞那些信息 是比較高級 深層次一些些 就不是那麼表面化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其實不要擔心 除非你這個 四年班的 兒子或者女兒呢 表達 說我不想聽 那你就可以問一下他 不去談一下 其實你為什麼不想聽啊 或者是你有什麼意見啊 對於這個故事啊 那給他機會講他裡面的心事 其實這個正正是我們 要跟小朋友一起共讀 一起講故事 一個契機來的 因為我們不只是說 啊想交代一個 完整的故事給他 就算數 而是我們想通過這個活動 讓小朋友 真的動一下他的路 動一下他的心靈 究竟他對這些事物 那個反應是怎樣的 他有沒有對一些事情 有自己的想法呢 那我們鼓勵他組織 然後表達出來 可不可以呢 我不想介紹一下這個解答 下一條問題就是 這個家長呢 都有講故事的經歷的 嗯 我講故事經歷的時候 我是叫做這句一句的 可以像剛才的示範那樣 可以加上很多這些事情 這個呢 就要看一下 家長本身有沒有經驗 還有你這次講故事 是想達到什麼目的 如果比如家長是 是很初階的 或者是剛剛學講故事的 還有你的小朋友 又是比較小的 比較小過的 那你呢 其實是簡單一點 選一本很簡單的書 你呢 是見到一些圖畫 見到一些圖畫上面 有些什麼就講什麼 不要只是讀一些字 如果你的小朋友是小的話 就是說你打開一本書 或者好像剛才拿 《紅紅的朋友》這個書做例子 那個書面 你會見到 整班同學仔 這些同學仔 原來裡面是有動物的 又是有人的 有些動物呢 手上有插著一些東西 其實你是可以把圖畫 慢慢慢慢的解說給它聽 這樣子 因為幼少的小朋友 其實他們對於圖畫書的故事性 他們不是太明白的 就是他們小時候 那個故事 那個結構各樣各樣的訊息 他還沒有很明白的 但是圖像就不同了 他見到什麼 見到什麼 見到什麼 然後從圖像 他會猜猜 就是說我會邀請大家 好像剛才那樣 咦 《紅紅的朋友》 那究竟呢 這班同學仔裡面 誰是《紅紅》 那他就跟這本書有連結 他就有得玩 他是一個參與者 如果你平鋪席序 這樣說完答案給他聽 一邊講這本書 他會覺得他是一個聽眾 他不關他事的 他有一個距離感 參與不了 他就很快游來 所以這個就是小小的技巧 不知道答不答到 剛才的家長想要問的東西呢? 對 答得到 答得到 謝謝小鈺 不用客氣 因為下面兩條問題 都有點相似的 就是關於小朋友 如果他沒有耐性 他聽完整個故事 那應該怎麼做呢? 嗯 每一次都不可以很成功順利地講完整個故事 那可以怎麼做呢? 嗯 那這件事呢 我就想 首先提一下家長先 其實我們要注意一下 我們講故事 我們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是希望通過講故事 親子共讀 這個這樣的契機 和小朋友有一個快樂時光 是吧? 那如果他通過這個 大家有互動 在這個時候 大家開心的話 不用一定要完成 講完故事 因為好像我剛才解釋 因為幼少的小朋友 他對這個故事性 不是掌握得很好 那還有呢 幼少的小朋友 他們又很有好奇心 為什麼媽媽 經常看著這本書 不看我的呢? 那他就會走過來 撤你這本書 因為他很想知道 裡面發生什麼事 因為他看不到 那可能家長要注意 就是 原來我講故事的時候 小朋友是看不到我這本書的 他都不知道裡面有什麼圖像 所以他就走過來 搶你這本書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原因之一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說 是不是一定要完成 講完故事才行呢? 其實不一定 尤其是幼少的小朋友 他們那些故事 通常都是一些情節 很重複 很重複的 那其實它是落在其中 是什麼呢? 就是說 因為裡面的情節 跟他們日常生活 有些地方很相似 而那些生活片段呢 是會帶給他很開心 所以他一聽到呢 他就會很開心的了 那哪怕你是重複 十次、二十次的條段也好 把那本書重複 十次、二十次都好 他都會覺得開心 那這個就是要了解了 究竟 你的小朋友 現在的年稅 或者這個階段的需要什麼 那你才選擇 你跟他講什麼 講什麼故事 所以這個中間是會有 涉及到你的目的 還有你選什麼東西的材料 跟你的小朋友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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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這個問題 我可以解答 因為這位家長 很感謝素依依 今天學了很多東西 他會覺得在幼稚園 小一、小二 都非常之有幫助 每一個會館 或者一些活動的意義 他就會想問一下我們教育課 有沒有把這個會館 去介紹給各個學校 我們就可以回應一下 我們有的 我們就是把實體的會館 和好的朋友 和黑白城中的採食料 我們都寄了一套 去到全香港的幼稚園和小學 所以你們小朋友所在的學校 應該在教育課 都會在教育課 如果是家長 是很想看到實體書的話 也可以開學校問同學者 如果想在家裡看的話 就可以用到我們網上的資源 去看我們有聲的電子書 那下一個問題 其實也是問書依依的 就是說她的女兒 不是對所有會館都感興趣 有些會館就不是很感興趣 那如果她 就是我給她看這本 就很感興趣 那 那 那怎麼辦呢? 其實我都不是聽得太清楚 Flora你的問題 那麥克風可能好像有一點 很困難的 現在有沒有好一點? 你繼續說吧 那我重複一次這個問題 就是 這位校長就說 她的女兒 就不是對小學會本 都很有興趣的 那對某些會本 就沒有興趣 就不想聽 那如果她 我聽這個 《紅紅的朋友》 這本會本就說 那她就覺得很沒有興趣 那我應該要怎樣繼續呢? 還是我就算數呢? 嗯 這個呢 就好像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說我們要了解一下 那個小朋友有幾大個 還有她沒有興趣的原因 有時候呢 很多時候 家長會誤會了小朋友 就是說呢 有小的小朋友呢 他們有時候聽故事呢 聽聽一下呢 他們會走開的 他們呢 有時候呢 會躺在那裡聽的 或者呢 就是他拿著一個玩具 那跟著呢 在那個玩具呢 他就會把那個玩具 走來走去 揮來揮去 或者呢 他會抱著他的玩具 那其實呢 這些是有意思的 當個小朋友呢 拿著一個玩具 揮來揮去的時候呢 可能那個小朋友 已經是代入了 故事裡面的角色的情節 他在那裡扮演著 不過我們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就是很多時候 你會看到那些小朋友呢 無能能的 拿著一個小朋友 或者飛機 在那裡 嘩 嘩 其實他就是在玩一些東西 那這個呢 其實他是 在故事裡面的 他未必不聽 但是呢 他的表現好像 是離開了的 另外一個可能性呢 就是說 他有些很喜歡的玩具 做玩具 有時候他們會拿著一個小朋友 或者拿著一隻貓 或者你會看到他 過程呢 他會和那個玩具說話的 那其實呢 他就在那裡傳遞著 就是說 媽媽在講這個故事 我又告訴你 諸如此類 其實小朋友 會和那個玩具對話 在這種情況下 大家可能會誤會了小朋友 以為他是不想聽 排他這個故事 其實他是在互動著 那如果你說 我想測試一下 究竟是不是這樣的情況呢 你可以選擇一個很特別的情節 突然間停了 不說 那如果小朋友 立刻說 你跟著怎麼樣 為什麼你不說 那其實是他在聽著 但是如果他一些感覺都沒有 他對於你的任何的行為 他都沒有反應的話 那其實他已經是離開了 對這個故事沒有興趣 那當然呢 就像我剛才解釋的 如果他夠大 你可以和他溝通一下 他為什麼沒有興趣 或者他不喜歡什麼東西 如果他很小的時候 其實這件事 可能是未去到他的那個格 就是和他未曾 就是好像我們 未達通到朝鮮那樣 那所以他根本是接收不到 那所以呢 我們就是 家長不需要心急的 如果你的小朋友去到那個階段 你可以再試 這次不行 可能明天自經不行 我記得有一個經驗 就是有個家長 他就講一個故事給他的兒子聽 那故事講什麼呢 就是交換爸爸 因為那個兒子 其實都很小的時候 在幼稚園 但是他跟他爸爸很大衝突 那媽媽就借了這本書回去跟他說 說了三頁而已 他就立刻說 不聽 搶他媽媽的書 然後就蓋上去 那OK 那就隨便吧 媽媽就說 他這麼大反應 不說 但是呢 媽媽就不心分 隔了兩天 又拿了那本書來講 這次呢 那小朋友呢 就靜心地聽多幾頁 但是呢 聽多幾頁之後呢 都是 我都是不聽了 那樣 終於這個媽媽很耐性地這樣 慢慢慢慢 去到呢 第四次呢 那小朋友是自動拿這本書來 叫他媽媽講 因為其實小朋友呢 他是對那本書 原來他是在明白著 他在消化著 因為他太小時候 他幼稚 他不懂得把他自己的感覺 要怎樣去疏解他自己裏面 所以他唯有叫停 叫他媽停 但是呢 有時候我們做家長的呢 我們其實有困難去 真是去很抽屍摸彈的 那樣 了解小朋友裏面的心思心意 那我們就唯有呢 有耐性地等下 嘗試 這次不行 可能下次再試 如果真是證實了 他都是不喜歡這本書的 那我們就不說了 是不是 我們換個第二本來講 有很多相同主題的書 是用很多呈現的方式的嘛 有些用 這次就用猴子仔 下次可能換另一個主角 諸如此類 那小朋友可能都會慢慢慢慢接受 所以不要太心急 也都最緊要記住一件事就是 不要把責任摸到身上 怕我說得不好啦 當然是我差啦 怕我不懂得說啦 當然我不知道怎樣安頓他啦 其實未必關家長的事 當然如果你說得很有趣啊 很吸引啊 小朋友會加分的 但是其實小朋友 你肯說 他已經很受 就是小朋友不是要求很高的嘛 媽媽肯說故事呢 他已經基本上是很想聽的了 或者不會說 挑剔啊 秋青啊媽媽說得很差 很少很少的情況 所以大家可以不用太擔心 但是我會鼓勵大家 就是你要把這件事變成樂事 是有趣的事 你自己都享受的 如果你作為一個婦差 其實小朋友感受到 廣告都是婦差了 聽過字 不會是開心啦 是不是 其實是無形中 你是在影響著他 你把情緒帶動著給他 你做了一個身教 這件事是不開心的 他又怎會感受到是開心的 所以其實首先 家長要安頓自己的情緒 我對於這件事 我接受的 我喜歡做的 我享受的 才會可以令到你的小朋友享受 行不行啊 OK吧 剛才有家長就有回應 就說 我聽得清楚 我上一個的回應 我可以從不遲 上一個家長就有分享 很感謝薯依 今天就學了很多東西 就想問一下 我們教育大同 其實有沒有將這些繪管 或者這些講故事的技巧 介紹給其他學校 這個我們是有的 我們是將我們出版的 就是這一套的繪管 包括朋友 包括成宗的財色廟 是一套這樣寄到全香港的所有幼稚園和小學的 所以你小朋友所在的 學校呢 應該在圖書館 就會有一套這樣的實體書 那位家長如果想看到實體書的話 就可以去學校的 如果是想用到電子的資源的話 就可以上到我們 那條連結 那就可以網上看到有聲的點 就可以在家裡 和小朋友去看 那也看到有些留言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那另一位家長也有提出這個問題 就說 我小朋友四歲的時候 會一直看一本書 那圖書館一定就會 在圖一本書來看的 持續了一年多 他每次都叫我 都令人覺得他每次都聽得很認真 那我就不明白 為什麼小朋友 可以一直從中去看一本書 從中去看一本書 他就不明白為什麼小朋友會這樣 這個家長問得非常之好 其實這個問題 很多家長都想知道的 其實有幾個角度 第一就是說 其實小朋友 他們是接收外邊的訊息 是任何的訊息 包括看到的、聽到的、聲音、音樂之類 他就會接收了 放在路上 然後他就會自己去組織、去分析 但是因為他們小時候 他們每一次接收的東西都會不同的 所以同一本書 你第一次告訴他 他可能收到13579的訊息 你第二次再告訴他 他可能收到24680 就是說他會覺得 原來我再聽第二次的時候 我就會分析多了一些東西 我有一個結論 所以他會再想聽第三次 每一次他都在更新他的結論 其實因為他的生活經驗少 通過這本書 他會慢慢慢慢補充了很多 就是說好像一份砌圖 這次他可能拿 那塊砌圖可能是一千塊 整本書 他每一次拿十塊 但是那十塊都是散的 他要每一次拿一些回來 拼合、拼合、拼合 所以他會落在其中 就是說他聽完之後 哦!我砌到這一塊了 第二次 哦!我又知道那裡是什麼 那塊綠色呢 原來是棵大樹來的 或者那塊藍色呢 原來是天空來的 那麼他每一次收集到不同的訊息 他就會落在其中 所以他們會借同一本書 會看同一本書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原因之一 還有一個原因呢 就是說 他就算記得了也好 他覺得有一個預期性 就是說 講到這一句 下一句就會發生什麼呢? 我知道啦 其實小朋友經常都是這樣的 你猜是什麼? 我知道啦 那這個呢 就是令到他產生一個自信心 就是說有預期性 接下來就會怎樣的了? 我都知道啦 那這個是無形中 令到小朋友慢慢慢慢 支掌他的自信心的方法 他自己都不知道的 但是通過這個這樣看書呢 他就慢慢慢慢很自信 還有一件事呢 如果你跟一幫小朋友一起講 不只是一個 那有些人不知道 有些人不知道呢 那他們就會爭勝了 來到這裡 我知道 我知道 接著下來發生什麼事 那他們大家就會有競爭 這個爭勝心呢 是令到小朋友呢 慢慢進步 還有建立信心的方法 所以 小朋友重複看 我們經常講笑 就說 小朋友有飲鼓嘛 大人就有飲歌 唱歌就有飲歌 小朋友有飲鼓就是說 他在整年有些小朋友 在三年整個幼稚園的期間 都在同一本書 我記得我曾經遇過一個小朋友 他整個幼稚園期間 只是聽一個故事 那個故事簡單得不得 是怎樣的呢 就是說呢 有一個穀倉 那就有一幫螞蟻 那他們有一天就發現了這個穀倉 於是呢 這幫螞蟻呢 就是排隊這樣 進去穀倉裡面 撿那些穀粒 那就是一隻蟻擔一粒穀 一隻蟻擔一粒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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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這個故事呢 就好像催眠穀那樣 但是呢 他就拍攏手掌 就是這樣 他就會知道 下面呢 就是有一隻蟻擔一粒穀 那當然呢 那個圖像呢 那粒穀會有些不同的 就是有些大一點 有些小一點 有些肥一點 那他就很開心 那所以呢 這個就是小朋友的心理 那我們安頓他的心理呢 那有時候呢 我們 那些家長會說 真是很悶喔 那怎麼辦呢 我會 我自己會投降的 他這麼喜歡聽 我講得很辛苦 那有時候呢 我們會邀請家長就說 你可以呢 加插一些 不是本書的情節 突然間說別的東西 那他就會駁你了 不是這樣的 不是這樣的 原本是怎麼樣的 因為他都記得了 那或者呢 就反過來 你可以叫他講給你聽 或者呢 就是創作 就是說創作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去到那個位 如果不是這樣發生 會有些什麼事情發生呢 那有時候呢 這個呢就是 令到小朋友有想像了 自己的創作了 你加插一些位置給他 讓他去爆出一些 他有機會去想的東西 那這個呢 是非常之好的契機來的 那希望都解答到這個家長的問題 那你分享的同時呢 有另外一位家長都有一些回應 他就說 原來呢 原來呢 很多小朋友呢 都是不停地用一本書的 聽不到 原來 很多小朋友呢 都是不停地用一本書的 是啊 所以 我四歲的兒子呢 他都是這樣 整年呢 每一晚呢 都是要求看同一本書 結果呢 他整年都只是看到十幾本書 這樣 是 那我就想問一下 那家長可能會有一些擔心 他就會想 小朋友當然是看得越多書越好 那但是 小朋友是 他很喜歡一本書 重複這樣看的 那 那樹熊依依對此 有沒有什麼回應呢 那 其實呢 我不反對他 看同一本書 就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其實他每一次呢 他都是在吸引不同的東西 所以呢 他 他是把這本書 拆分了不同的次數來吸收而已 那不是一件壞事來的 那不過可能 現在就很心急了 就說 他只看一本書 就好像很狹窄 看不到其他的 那 那不要緊要的 其實我們可以 邀請小朋友呢 嘗試 你留意他 那本書 譬如是講什麼呢 譬如是講小動物的 或者是講花草事務的 或者是講某一些東西的 那你就可以呢 就 借雙方的書 都介紹一下給他聽 或者呢 反過來就告訴他 就說 媽媽呢 今天呢 看了一本書呢 和你看開的那本書 很像的 你呢 不如幫幫我聽一下 看看有什麼不同 那他就會很留心地 聽你新的那本書 那無形中呢 他就會接收到一些訊息 那他可能就會告訴你 這裏這裏這裏不同 那就可以了 那他就收到東西了 其實我們是用少少方法 扭轉他 不要令到他覺得 一成不變一定是一件壞事 其實我們可以幫他慢慢轉變 加拆一些東西下去 就是說同一類東西 譬如小朋友喜歡車的 原來車都有很多種的 或者有些車是負責運貨的 有些車是負責裝人的 有些車原來會飛天的 有些車會捐地下的 那令到他開闊爛解 覺得有趣味感 那這個呢 都是一件好事來的 還有一點呢 所以我想提的是 就是說 其實小朋友呢 重複看一本書呢 還有一件事呢 家長可能不察覺的 就是為什麼呢 就是說 當小朋友小時候 我們會拿著一本書 會抱著它 或者抱著它 或者晚上一起 站在彼頭那裏一起看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其實呢 那種回憶 和那種分輕的感受 落印了在腦袋裡 那他每一次呢 都想重溫這種感受的時候呢 他就要求你講回那本書 那其實呢 你就算你做的動作 不一樣都好 因為他腦裡邊 那個記憶 是這麼開心 是這麼舒服的話 他都會享受 那所以呢 會有這樣的情況的 我試過有一個家長分享會 大家坐在一起聊 他的兒子呢 就已經大過了 他升了上中學 那有一次放暑假呢 那他就有一個小一點的小妹 那他媽媽呢 就有空不用上班 就說 不如你兩個呢 每人選一本書 我告訴你們 很久沒有講故事給你們聽 他發覺他的兒子呢 上了中學那個呢 竟然間選了一本 幼稚園經常聽的那本書 那他就走來問我 為什麼會這樣的呢 那我就解釋一下才會聽到 就是因為 他兒子現在大過了 不方便 經常黏著媽媽 經常什麼 但是有這個機會的時候 他想重溫那種溫的感覺 他就會拿回那本書 叫媽媽說 其實媽媽未必做回以前的動作 因為他已經大了 但是他腦裡邊還記得這種溫情 所以他在這裡溫習的 所以小朋友有時是需要這些情感的滋潤的 那我們做家長 其實你都是想給一些溫暖 給一些良好的記憶 給一些元素給小朋友 那所以如果你能夠製造一些這麼好的元素 放在心靈裡面 他們會帶著暴露的 所以大家不要太擔心這件事 那位家長很快就有回應 他就說崇姨就解釋得很清楚 他聽到也很開心 因為他的小朋友看西遊記 都看了整三年了 所以他現在對這個問題就覺得 崇姨已經解答了他的疑惑 那接下來還有一條問題就是 另一位家長就問 崇姨有沒有機會可以 日後會講一些關於ABHD的故事 或者有沒有一些ABHD的繪本 可以介紹給大家的 因為他有一個孫子 他屬於這類型的小朋友 所以他的行為 比較不大風化 那在學校裡面 就會被其他同學生 因為不理解 所以就恢復 那如果可以有這些故事 可以告訴其他同學生 引起他們的同學 那我相信大家上學都會開心 那我想請問 崇姨有沒有一些ADHD的故事 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這個主題是有的 都有幾多會本是關於這個主題的 不過我今天就沒有帶著在手 那我不知道教育大同他們 將會出版的書裡面 會不會選到這個主題 那但是無論有還是沒有都好 其實坊間已經是有這個主題的書的 都有些 如果你說你很心急想知道 想立刻知道 其實在網上打也有的 你可以怎樣找呢 你可以寫繪本 就是隔一格 然後就是譬如你打主題ADHD 或者甚至是ADHD繪本 這樣都會出了一堆書名 或者是一些書單給你們 那這個就是我現在網上搜尋 比較方便一些的 那我不知道現在 Synthia她們現在可不可以立刻搜尋到 可以不有空 如果沒有空 家長可以自己做這個搜尋工作 都不困難的 好 感謝士雄依依的解答 那看一下還有沒有家長是有其他的問題 那就可以把握時間 在問答的那個位置 打出來就讓士雄依依可以直接去解答了 那今天的網上研討會呢 其實時間都有點差不多了 那我們都希望可以 家長們 今天有參加的家長 都可以花兩分鐘的時間 填一些文件 給我們一些意見 那因為我們接下來還有四場 網上的研討會呢 是會和其他家長去分享其他會館的項目 那所以你的意見呢 就可以幫助我們去改善之後的 網上研討會的整個內容和流程 那稍後這條問卷的連結呢 我們也會放在聊天室 那時候家長就可以用一條連結去填一個文件 那最後我們也會介紹一個手機應用程式給那位家長 那也是我們教育大學的方法的一個手機應用程式 那裡面其實會上載了很多善良小朋友的資訊 那這個家長就可以在家的時候打開一個手機應用程式 就可以看到一些教養的根據啊 一些反思的文章 和一些育兒生法的提醒 那我們也會有一些教養的短片的 那就可以大家可以利用手機的資源啊 這樣去學習一些善良小朋友的放肆 如果各位家長沒有其他問題 有填完這個問題的話呢 可以自行離開的 我們今天也非常感謝大家的參見 很感謝志雄姨的分享 希望我們可以在接下來的四節的工作坊 都可以見到大家 今天時間就差不多了 各位家長各位參加者 我們拜拜 我們要多了解一些 如何吸引他們 或者是幫助他們 讓他們有興趣 教育大同其實一直以來 都有一個很核心的價值觀 就是尊重每一個小朋友的不同 我們很相信每一個小朋友 都有他的獨特之處 所以我們一直以來的工作 其實都是圍繞著這個核心的價值觀去進行 這次其實我們在兩年之前 就已經有一個想法 是想借助繪本的力量去出版一系列 以這個學校裡面常見特質的一些小朋友 作為一個題材 去傳遞這個同理心 讓學校裡面的小朋友 他可以更加明白 他身邊有這些特質的同學的需要 同時也令到家長和老師 是更加明白這些小朋友 他的特質和他的長處 我們今次是多得賽馬會社區 持續抗疫基金的支持 我們可以出版到頭兩本的繪本 有很多小朋友 有生產的小朋友 很自卑 覺得別人不敢跟我玩 覺得全身這樣 別人的皮膚這麼好 為什麼我的皮膚這樣 跟別人不同 又害怕 還有沒有自信 我覺得這個可以幫他 建立到自信 有個說話挺好的 天生我才必有用 其實每個人出身都有他的價值 不要滑行一些不懂寫字 不要標籤他們 發掘他們其中一些 令我自己發揮到自己所長的東西 其實我只是這個位置有濕塵 但我動了後 都覺得很辛苦 很辛苦 要慢慢 不是自己面對的事情 都要身邊的人理解 我們打算叫做熊熊的煩惱 但我會覺得 煩惱 有怪獸 好像在自己身上 好像感覺很不舒服 我們也明白 其實每一件事都有 每一件困難 其實都有他好的地方 不如就是朋友 其實那時想 就想再天馬行空一些 但是我們又再 然後我們整個群組 再去討論 就發現每個設定 其實我們都應該在學校 令到同學的共鳴感會好些 有黑白成宗的採食料 其實是受一個老師的啟發 他本身已經有讀寫障礙的老師 但他就用他自己的方法 去戰勝讀寫障礙 而他就成為了一個中文老師 但這個老師是多才多獨 不得之了 他有跟我分享過一個故事 就是這個 他在他那間小學裏面教書的時候 他有一位小朋友 寫的中文 寫得很歪來歪邪 但是他寫的內容 寫得非常好 所以他就選擇了幫那個同學的作文 然後他就照貼了上去 照貼堂 然後我就覺得 哇 這個故事很興奮 很興奮 於是我就想 可不可以放進一本書裡 其實就是類似 這個 菲菲 其實她也有自己所長 無論是濕疹或讀寫障礙 我覺得每一個困難 總是有一些光的位置 我自己覺得 只要我們看到那個位置 拿著那個位置 亦都可以把它變成一個很好的東西 除了實體的繪盤之外 因應這個疫情的需要 我們都會將這個繪盤 變成一個遊聲的電子書 就方便在家裡的家長 或者是沒有辦法面授的老師 都可以透過這個電子的資源 去跟小朋友說這個故事 這個計劃除了出版會本之外 我們都結合了親子共讀培訓的一些內容 我們就期望可以在一間學校裡面 去招募一班的種子的故事爸媽 去透過去培訓他們 怎樣跟小朋友說故事的技巧 讓他們可以入到學校裡面 去做一個故事大事的身份 去跟小朋友說故事 令到小朋友對身邊的同伴有更多的尊重 以及可以支援到小朋友的健康成長 參加這個工作坊之後 開始學習之後 就覺得不是 我們不是一群阿姨 來學校給小朋友講故事的 我們要給小朋友講故事 講這個故事是要傳遞些什麼東西 原來是有一套流程的 原來講一個故事不是那麼簡單的 然後等到我深入去講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就發現不是一個施診的問題 這些家長啊同學啊 對這個施診的認識是什麼 然後認不認識到這個施診對小朋友的心理 會有什麼影響 我就覺得好像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故事 所有媽媽都非常努力 很有創作力啊 讓他們能做很多方式 用小朋友去套用 你不用擔心你自己一個人在做什麼做不好 你後邊還有一群人在幫你把這個事情做好 這個親子共度培訓的技巧呢 我們都把它製作成一個影片的形式去放在網上 是讓家長都可以跟著這個網上的教學資源 就可以學習如何在家裡跟小朋友講故事 那接下來如果我們是可以繼續有資源 或者是有人力物力的話呢 我們都希望可以繼續出版更多的繪本 去令小朋友認識更多身邊不同特質小朋友的需要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